这匹比妮口大两倍的布洛纳斯马今天要换新体铁了 师傅先把它前体抬起来 放在固定夹上固定住 再把它旧的体铁拿下来 由于这匹布洛纳斯马的提甲角质层比较厚 所以师傅用刮刀把表面长出来的指甲刮掉的时候 它们是不会有任何的疼痛感的 而且这匹马的体重高达2000斤左右 平时不适合用来骑衬 由于马蹄用的少了 指甲就会越长越长 所以马儿的提甲就需要每隔一个半月修剪一次 不然指甲越长越长会影响马儿的走路 捡完了师傅用拿错刀把提甲底部打磨光滑平整 这样是为了等一下好上新的体铁 这匹布洛纳斯马的肩膏在1米87体重2000多斤左右 毛色跟妮口一样都是纯白的 她的嘴巴里在吃苹果 口水不停的淋在师傅身上 另一个师傅在忙着给她烧制打造一副新的体铁 然后再把刚烧好的体铁放在提甲底部烫一下 是为了量一下大小是否合适 看师傅熏了眼睛都睁不开了 拿妮口的体铁跟她的新体铁一对比简直也太小了 最后师傅把钉子钉在她的脚底 是为了把新的体铁固定住 其实钉的都是从侧面钉出来的 不是直接钉在脚掌里的 所以她一点也感觉不到痛 好了钉完了最后再给她擦上一层护体油 就送她回马房休息啦